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國得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臺灣人的愛心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統計到昨天晚上 我們捐助的善款 已經突破八千五百多萬 我相信到今天 破譯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包括土耳其 各個國際媒體 爭先報導 臺灣人的善行議局 當然不要忘記 我們國家還捐了兩百萬美金 是歐盟稱讚臺灣的收救隊 協調能力世界一流 不過面對各界的讚揚 其中也有一些隱憂 傳出我們收救隊員 可能會出現創傷後的症候群 不過我也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內政部消防署 警政署對於創傷後的症候群 都跟相關的醫院都有相關的聯繫 回來我們會有以很多的醫生 包括精神科等等會做相關的幫忙 所以我們在這裡不要怕說 沒有辦法來替我們這一些英勇的救難戰士們來服務 不過我們的戰士們在那麼惡劣的環境裡面 往生的人已經超過一萬七千多個人 甚至已經到兩萬一千人 現在最新的報導是這樣子 所以在那個現場裡面 我們這些英勇的戰士 英勇的救難英雄 他們只怕不能夠即時幫上忙 所以在當地的台灣人 我們有一個台灣中心執行長 也在昨天到訪回台灣 尋求各項的資源 災區的情況是不是有不太熱觀的狀況 當然天氣冷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我們關心的狀況 不過有人竟然還有時間說 我們的搜救權待命的時候咬他的玩具是觀感不佳 這個就是不懂了 我等一下我親自來告訴大家 有關搜救權 擊毒權 侦暴權 他們是怎麼訓練的 不過我要問的是都什麼時候了 都要說五四三 對我們這一些擊毒英雄 我們可愛的這一些收救權公平嗎 然而就在台灣勇士趕到土耳其去救災的同時 國內還有人忙著去中國 忙著去中國 有人說去朝貢 有人說去蘇晨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要問那就是下立言 率領的國民黨的訪問團 昨天他去北京見了宋濤 結果宋濤就在他面前講什麼 講說新時代的黨要解決台灣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面在他嘴巴這樣講出來了 夏立言有反駁嗎 所以此行不講政治 難道這不是政治嗎 夏立言活生生的有沒有說謊呢 有沒有唾面自甘呢 而正在研究中國間諜 這一些所謂的氣球殘額的美國 這個時候也怒氣沖沖的 他準備對中國要實施制裁 這個實施制裁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要討論 這會不會也幫助了台灣提升自我防御的能力 提升台灣自我防御的能力 是不是也是制裁的方式之一呢 最後我們要看看國民黨面對郭台銘 他說回黨參選的可能性 要看國民黨有什麼辦法 似乎國民黨還沒有想到處理辦法嗎 那新北市現在又傳出了人倫的悲劇 侯友宜他都搞不好自己的市政 那可不可以先不要想總統的事情呢 不要想東想西 想2024 趕快補好新北市的社會安全網吧 所以今天我們這些相關的議題 要來跟大家做一個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我們趙宜翔 宜翔 大家好 我們前地方員余婉如 婉如 大家好 我們台灣世代智庫的執行長 陳冠廷 各位好 我們財經專家徐清皇 清皇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新北市議員葉元智 元智 大家好 我們的資產媒體員邱明玉 明玉 元智 元智 好 大家好 現在看一下我們的救難英雄 那在土耳其合力救出第二個人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抓一下他的屁股 抓屁股 抓屁股 抓屁股好 來 一 二 三 好 OK 大批台灣搜救隊員 擠在廢墟一處角落 他們喬好角度 準備合力把受困女子救出來 哈囉 外面的空間 你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啊 外面的空間 哈囉 一切準備就緒 五名人員使盡力氣 從倒塌的房子中扛出單架 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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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 舊胖女子長時間受困 眼睛無法接受強光 救難人員先以毛毯遮臉 再將人救出 附近災民和當地救難隊 沿途不斷歡呼鼓掌 女子受困整整四天 接近一百個小時 被成功救出後激勵人心 也讓傷患父親破地微笑 和搜救隊致謝擁抱 這是我的領導 這是我的領導 兩個樓板之間 整個是非常的局限 救出來的時候 他的生命真相是穩定的 然後這次 對他 就已經有能夠成功救援的狀況 然後來看有沒有那個 前一天台灣隊在斷圓殘壁中 發現一名女子 四肢被重重壓住 痛得不斷哀嚎 也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進行截肢手術保命 但被救出送醫後搶救不治 不過救援行動不停歇 深夜中又從瓦利堆中 發現一名受困者 後來因為任務分配 由土耳其搜救隊接手 台灣這次積極救援 世界都看見了 歐盟代表也特地前來台灣隊基地 表達高度肯定 直至協調工作超強 國際有目共睹 各位看一下今天 桃園有一隻收救拳 咬雞腿待命 IP觀感不佳 要告訴大家這個雞腿 是雞腿型的玩具 雞腿型的玩具不是真的雞腿 領權員霸氣的回應說 我們不會改 為什麼不會改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不會改 不能改 也不必改 大家看一下 桃園收救拳 Emma本次雖然沒有出任務 但她一張咬雞腿待命的照片 卻疑似招職道觀感不佳 其擰權員則是霸氣的回應說 我們不會改 我們看看 如果對玩具食物的熱情夠強烈的話 訓練上動力十足 能夠修正很多我們狗狗的行為 所以 林全員很霸氣的說 工作對待來說 是最開心的事情才對 都對我們這隻 我們的狗狗來講 所以要我改正 他的這個行為 門都沒有 咬著他最心愛的玩具 可以減緩他的焦慮 為什麼不可以呢 所以我們先從這一趴 來告訴大家 我想我親自來告訴大家好了 因為我們的來賓也許有的人看過 有的人沒看過 我親自在我們的訓練 訓練我們這一些集毒權 訓練我們的這一些收救權 這些中心 因為內政部都有 所以我親自去看過 我要告訴大家 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所有的集毒權 我們所有的收救權 包括 爭暴權 爭暴權 都是爭這些暴獵物的 爭暴權 你發現我們的領權員 帶著我們的狗狗的時候 這隻狗真的很聽話 他永遠站在他左腳的旁邊 他絕對不會跑到前面 也不會跑到後面 更不會跑到他的右邊 一定是在左邊 所以下次大家注意看 然後呢 你再注意看 我們的領權員走兩步 他會走兩步 退一步 他就退一步 除非我們的領權員 有讓他放著他讓他走 不然他一定乖乖地站在他左手 所以大家注意看 有一些領權員 你看他帶的時候 他如果在待命的時候 而不是讓他走的時候 一定是在左邊 所以他讓我們的 這狗是非常可愛 怎麼訓練的 一開始就是讓小狗開始 讓他找出他最心愛的玩具 這個玩具裡面 可能有一個球 可能是一個雞腿型的玩具 類似這一些 所以我們這隻狗狗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他從小就選出了他最心愛的玩具 這什麼 就是這雞腿型的這個玩具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領權員在訓練他的時候 只要做對了動作正確了 就玩具給他玩 玩完了三五分鐘收起來 再教他另外一個動作 再給他玩 所以那狗狗為了要玩這個玩具 他會跟著領權員做他 我們應該要有的動作 所以我把這一段來告訴大家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不但是狗狗訓練的方式 而且當我們這隻可愛的狗狗 他很緊張的時候 你只要把他玩具給他 他就會很快樂 然後他就可以鬆弛他的情緒 跟我們的小朋友不是一樣嗎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訓練狗 有一個最重要的 絕對不能用暴力 不可以打狗 絕對不可以打狗 所以呢 這個狗都是用愛心訓練出來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嘿 我們這些狗狗特別的可愛 因為他們都是在愛的教育裡面長大的 所以我在這裡來告訴大家 你如果去看過的話 你就知道說 講這些是沒道理的 好我們再來看 另外台灣人多有愛心 土耳其贈災捐款累計超過八千萬 募款結束後一個月會公布明測 到昨天也就九號 今天十號 到昨天傍晚五點為止 總計獲捐款已經超過八千一百四十八 有八千三百五十三萬 所以我們看到 我相信他今天一定會超過一億 一定會超過 所以今晚咱們來看 我們的狗狗這麼可愛 寧錢員這麼的辛苦 還有人酸雨酸鹽 還有看看我們台灣的愛心 已經超過了 我們政府還有兩百萬美金 這個酸鹽酸雨的部分 我其實寧可把他解釋成為 他是不了解狀況 因為真的不是每個人都養過寵物 那像這個像剛剛勇哥 其實解釋的很好 這個狗狗的行為 其實跟人類的小朋友一樣 像有很多 我們就說就有很多長輩 有帶過小孩都知道 很多小朋友 這個小時候喜歡摸一根毛毛 他的小被子 或者是小枕頭 對啊就是有 他覺得有焦慮的時候 那毛毛摸的 他就不會哭了 我我我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透露一個訊息 我們有一個部長 他很小的時候 他就是要一件貝貝 那一件貝貝如果離開他就哭 他如果不高興 貝貝給他 他就很快很快樂 我不知道 你們知不知道我在講誰 但是我不能再講 好 我們都不知道你在講誰 哈哈哈哈 他現在當部長 所以這就是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其實你會發現動物其實跟人類是一樣的 跟人類小朋友是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我寧可相信說這個酸言酸語的部分 說觀感不佳的 他寧可是不了解狀況 他才出這樣的一個評論 我也希望是這樣 對 所以在這一次你圖 整個土耳其大地震裡面 當然他是一場悲劇 可是最重要的是呢 對土耳其跟對臺灣來講 我其實只有四個字在形容他 他就是一場善的交流 善的交流四個字來定義 為什麼這樣講 好這個善的交流不是現在才開始 而是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 土耳其的救災隊 他也很快速的到臺灣來協助 臺灣的救災工作 所以對臺灣人來講 你知道臺灣人就是這種這樣這樣子的 臺灣人就是這種動物啦 吃人一口 吃人一口 所以你幫過我 那我也一定要幫過你 你及時的幫過我 我也會及時的幫過你 為什麼 因為各位 這個震災最重要是什麼 發生災害最重要就是黃金七十二小時的救人時間 所以對臺灣來講 當天一看到土耳其發生地震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很快速的就派出了 我們的這個救災隊出去了 所以分兩個T次 第一個T次派四十個人 第二次派九十個人出去 然後特別派了 大概有五個這個救災犬出去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動作很快 所以我才把它稱之為 這是一種散熱交流 而這散熱交流 到你這個救災隊員派出去就結束了嗎 錯 還沒有 你知道我們這個救災人員派到當地去之後 需要翻譯 結果你知道臺商自己自告奮勇來當翻譯 臺商沒有拿你的薪水 臺商知道你來救人的 所以我們當地的臺商自告奮勇主動開車來 然後說我要當這個你們的翻譯 我幫你們翻譯 所以臺商也是義務做這件事情的 而在這過程裡面 他確實看到有很多 讓人家覺得會鼻酸的事情 比如說你看到 其實像我們剛剛是不是談到這個救災犬的事情 你知道救災犬 我看到有畫面裡面是救災犬 你看到你看到狗狗 就是忙得呼呼大睡 然後打憨得很大聲 對 他會累 因為他在過程裡面 他一直不斷地去救人嘛 他要反覆一直進去 我們講說災區裡面 看有沒有人在裡面是他可以把他想辦法救出來的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 他很累 所以你當你看到畫面 那個狗狗就是呼呼大睡的樣子 你就知道他很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當你在看到他嘴巴咬著這個 我們講說雞腿的玩具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你要知道 對這一隻狗狗來講 他可能在經歷過救災過程裡面 他是有很多焦慮的 你去講一件事情 對這狗狗來說 請問他現場他經歷過嗎 沒有嘛 他沒有經歷過現場 所以對他不熟悉的現場 他要去救人 他一定會有焦慮的情緒 所以這個也就是為什麼他很辛苦 然後再來 剛剛我也看到一個 即時的新聞是什麼呢 是經過了一百個小時 就是有一個女生 他在那個災區裡面 被壓了一百個小時 結果他的父親非常的焦慮 然後不斷地 拜託我們的臺灣的救難人員 拜託你們趕快去把他救出來 結果當他女兒被救出來的時候 這個父親當然是非常高興的 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把他定義成散的交流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在這過程中其實大家本來一開始還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方面第一時間把他定義成叫做中國臺北救災隊到現場去了 中國自己沒有救災隊到現場去的時候 他把我們講的是中國臺北救災隊到現場去了 結果你發現什麼事情 在土耳其方面跟國際媒體的部分 沒有人把我們當成是中國附屬的臺灣省救災隊 人家都直接把你的臺灣的國籍放上去 而且說是臺灣來的救災隊 國際媒體也這樣定調 土耳其也是這樣定調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用善的交流四個字 可以比較簡單的總括這個行為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吃人一口害人一刀 吃人家一口要還一斗 這就是臺灣人的精神 縱然我們沒有吃他一口 可是我們是地球村的一員 我們也要互相救援 那我再告訴大家 這個訓練狗狗也很好玩 大家想一下說 你想一下你 你在那種斷圓殘壁裡面 我叫你這樣走過去走過來 然後要鑽進去鑽出來 你敢不敢 不敢 你不要以為狗也一定敢 也是要經過訓練 所以你看我們的訓練中心 會有很多模擬出來的斷圓殘壁 然後讓這些狗狗就要鑽進去 鑽出來 那個是要勇氣 你不要以為說沒有訓練會有勇氣 所以這個雞腿型的玩具 就是我們這隻狗狗 牠最快樂 因為牠鑽進去鑽出來以後 領前緣就會把這個玩具給牠玩 牠為了玩這個玩具 牠可以冒牠的生死 牠去救人 多了不起啊 所以我要講說 大家不要酸言酸語 不懂 要多多看 那我們剛剛看到 救了第二個人出來 我們看一下台灣搜救隊 搶命十九個小時 扭曲的柔板 救出露出角的一個女性的婦女 生命跡象 現在穩定受益 那我們看到經歷了十九個十九多個小時的搶救 將一名年約三十五歲的婦女女子 從擠壓變形的柔板床墊雜物中救出來 所幸生命跡象穩定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我們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這個婦女第一時間發現牠 第一時間讓牠能夠安心的就是我們這隻狗狗 所以大家不要看我們這隻狗 真的是很可愛 不過在這裡我們看到 我們土耳其台灣中心為何不會垮 建築是先出了真相 在這裡多數的建築物是沒有錢蓋地基的 台灣中心的建築體 因為是軍用混泥土牆作為結構 在這次的強陣中撐住了 所以明玉 台灣真的厲害 在這裡蓋的房子是用軍用的混泥土牆 我先講剛剛這個用狗講的是雷伊漢勒世界中心 那他那個執行長叫做求振宇 現在回台灣來 他要跟這個台灣的專家來進行協商 那我先講求振宇 我在很久之前我訪問過他 所以我對他印象深刻 這個台灣跟土耳其 這個因為為什麼這個土耳其要蓋這個雷伊漢勒中心 他最主要是他蓋在土耳其跟敘利亞的邊界 那當時敘利亞有很多的難民 跑到了土耳其來就在這個雷伊漢勒這邊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有一個特別故事要分享 就是他所在的那個地方 他在的那個城市 土耳其人是十萬 敘利亞人是十二萬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當時當地人就在開玩笑說 如果那個市長 如果敘利亞人都有投票權的話 那個土耳其的那個地方 搞不好市長就換成敘利亞人了 對那只是說敘利亞人的難民 涌到那邊去是十二萬人 那因為太多了 所以這個求振宇 他當時是在土耳其的大學任教 所以他就拜託他來蓋這個中心 我們臺灣也有出資 我們臺灣出資四十萬美元 那事實上這個 其實他這個雷伊漢勒 蓋的過程是蠻艱辛的 他歷經三任市長 他第一個市長是要這個求振宇說 他因為他有來臺灣參訪過 他要求呢 這個把他蓋成像那個行天公的樣子 你知道嗎 他還畫給他看說你那個雷伊漢勒中心 你給我蓋成像行天公 那這個他那個求振宇當然就是覺得有點傻眼 因為你那是一個難民的收容所 第二個還好在那個市長後來被調去做這個 去選上了國會議員 就來了第二任的市長更瞎 第二任市長要求這個臺灣中心 說你要給我蓋成一個大的溜冰場 夏天還可以讓這些人去溜冰 哇那個整個驚呆 米西利亞那邊 土耳其那邊還缺電 夏天還缺電 你缺電狀況 你大家溜溜 那個冰 我不知道要蓋那個冰宮要幹嘛 所以他當時也很抗拒 好在那個市長後來又下台了 換了第三個市長 第三個市長他才 他才碰到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說你蓋了這個臺灣中心 你的目的是要收容敘利亞的難民 但是他說因為當地反彈太大了 所以你敘利亞難民不能用 哇那求證你就整個驚呆了 他覺得說我蓋一個收容中心 結果你說敘利亞難民不能用 所以等於說他蓋的這個過程 是非常非常的艱辛 那我覺得他碰到最大的問題是說 他後來蓋好了 來自中國的壓力 中國壓力說你不能用臺灣中心 你要改成臺北中心 所以那我們政府出資蓋的耶 那為什麼中國施壓 我們就要改名 後來求證宇還去跟當地的政府 去溝通之後 後來才改成叫做雷伊漢勒中心 所以這個過程你知道嗎 他就是蓋的過程 還有包括那個政治的角力 其實是真的很艱困 那我講到說又是中國在搞鬼 沒錯 我剛剛聽到這裡 我又有點生氣了 又是中國在搞鬼 臺灣人出資 我們花了四十萬美金 你中國幹了什麼 那我們蓋好 我們收容敘利亞難民 我們這邊出水出電出資 出人力 那結果你中國只出一句話說 你不能叫臺灣中心 我們就要改名 那現在這次真的是立大功了 那我當然要講 就是剛剛用給我講說 為什麼這個 這個當地的房子都倒塌了 那為什麼就我們臺灣中心屹立不搖 沒有倒 那當然了 求證宇 他自己本身是建築系畢業 他是建築系 非常有名的大師 那他當他有說 因為當地的 這個可能因為錢的關係 或是建商的關係 所以當時蓋的房子 很多都沒有地基 你可以說沒有錢 或是偷工減料 那所以當時的房子 就倒成一片 那我們剛 我們的臺灣中心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建築師 他當然對這個 非常非常的瞭解 他的這個建築物 還獲選為十大最佳建築物 因為他故事講得很長 那我們礙於時間就沒有講 所以他的那個 是用軍用的這個混凝土牆 去蓋的 所以你看七點八的強震 都沒有倒 我覺得就像臺灣一樣 意義無聊 余政一來 所有的 包括敘利亞 包括土耳其的民眾 還有其他的所有的民眾 只要余政一來 大家怕 要躲 都往裡面躲 因為他說臺灣蓋的最安全 我們現在 都往裡面躲 對 他最新是說 現在已經收容到九百八十幾人 快一千人了 那免費的當然提供這些飲食 對對對 聽說毛毯也進去了 對對 但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他回來是要跟各地的專家 其實也是尋求求救 因為我聽到兩件事情 我會覺得 我覺得很困難 第一個就是我們昨天有講 大家捐款 對不對 包括我們這個蔡總統捐款 也上了當地的這個頭條 他們就寫說 你看我們帶頭條 這個時候臺灣人捐款 因為我們感念他們 就是說土耳其的 那個臺灣九一一大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土耳其有來幫忙 那這個當然也引起 他們當地的討論 就是說那為什麼連臺灣都捐款了 那土耳其政府 你做了什麼 這個引發他們的話題 討論 但是呢 大家的捐款 包括我們昨天也有講 用狗有捐 那我也小捐了一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捐的物資跟錢 怎麼送到難民的手上 因為邱鎮宇就講了 他說你當地要批准的那個資金 要進來批准的單位 自己都跑掉了 批准單位自己都跑掉了 對 所以我們國人捐了這麼多的愛心 跟物資 你要怎麼樣送到災民的手中 他也希望回來 可以跟這些專家討論 我相信我們外交部 我們相關的單位 包括喬委會 會去解決這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看看邱鎮宇他回來 他說由於現在當地是無政府狀態 物資跟金錢無法合法的進入 土耳其 所以這次回來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尋找資源的同時 又將這些東西合法合理的帶進去 並做公正的分配 這是蠻重要的 所以婉如 所以從這裡來看 看這幾件事情 我們臺灣真的是愛心滿滿 而且我們在那邊蓋的是用軍用混凝土 來蓋我們的臺灣中心 現在就一餘鎮 大家往這裡跑來躲 為什麼臺灣蓋的最安全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 救災的過程裡面 就像剛剛那個親皇兄講的 我們的SAN的交流 臺灣這次的正能量 其實讓國際的社會 對我們有很大的一個肯定 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搜尋各大媒體 就像是路透社然後BBC 或者是說日經的亞洲 你都可以發現他們把臺灣像別的國家一樣 列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就是用台灣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個無論是說我們這個 即時的出出了這一百三十個 這個修修隊員 還有說我們這狗狗也非常的盡力 在第一時間去搶救這些災民 甚至我們臺灣中心 這個堅韌不拔的這種形象 都在這一次的這個災情中間 放大透過這些國際媒體 放大我們臺灣的一個正向能量 所以一想你看看 現在國際各大媒體 包括土耳其最大的媒體 都報導出 包括我們總統捐一個月的薪水 我們總統跟我們的收救隊員 請他們要注意安全 安全的回來 其實有人也在批評說 他在收救了 你還跟他視訊 是不是會阻擋他收救等等 其實不是 這是他們休息時間 我也在這裡要讓大家知道 另外專訪我們臺灣的收救隊 這個是外電的這些相關的報導 所以一想看起來我們這一次的收救 其實我們是愛心滿滿 也才能夠得到人家的認同 這是最主要的嘛 我先講一下這個收救權的部分 因為我是這個狗的愛好者 其實你知道你去看美國的軍隊喔 他的這個軍權會有位階的 真的有位階的喔 他不是只是狗位 其實我們的也有位階的 也是有位階的嗎 有 我們這個我跟大家講 我們內政部有好幾隻我們的收救權 有的是兩線二 最高到兩線三 也有兩線一 也有一線四 這要經過認證喔 所以都有階級喔 這個我們這些警權都有階級 包括我們消防署的 今天送我們現在去救的 都有階級都有階級 狗一下喔 可以看到有一隻收救權 得到聯絡國認證了 我跟他掛接的 真的啊 他有一塊那個他的衣服這樣穿起來 綁在他身上有沒有 上面就有他階級 所以我就說我們不要把這些狗當寵物 他們其實是工作權 他們是其實有一個時代很用途在的 那其實也是要以尊重的方式去對待他們 因為他們卻是在工作 所以我覺得很多網路上胡言亂語的部分 我看的是有點遺憾 可是我覺得最終最終他們去土耳其 其實就送土耳其人民溫暖 而土耳其人民確實這時間點 是非常非常需要溫暖的 我跟大家很遺憾的報告喔 遇到最新的這個統計 土耳其現在已經有超過一萬七千六百 呃個人民已經有呃死亡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已經成為他八十年來最嚴重的地震 因為如果加上敘利亞 聽說已經超過兩萬一了 破兩萬一了 敘利亞大概 聽的是觸目驚心啊 對 敘利亞大概再加個三千四百個人 所以這個狀況真的是越來越嚴重 那這個數量會不會再增加 對不起一定會再增加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正好要經過這七十二小時的 一個黃金收救期限了 那所以過了七十二小時之後 確實會有更多的一個傷亡事件 呃持續的發生 那我包括我自己關注到 呃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歷史 土耳其其很多歷史的這個古鎮在那裡 有一個在羅馬時期的一個古鎮 是這個十千三百年就已經成立了 叫安哈基亞 安哈基亞幾乎整個城市全部被摧毀 全部被摧毀 它的市中心是羅馬時代所所建造的 包括有當時的教堂 當時的這個設施等等市場 全部平了 全部沒有了 甚至於附近的居民說 本來是有二十萬的人的大城市 哦 現在幾乎全部都跑光了 因為沒有電 沒有水 沒有任何物資 沒有任何洗手間 沒有任何睡覺的地方 甚至於它中央市場倒塌了之後 它這所謂這些賣菜的這些販售的 這些台子 全部被當去床 拿去床去用 所以確實我覺得土耳其在這個時間點是非常需要世界的溫暖的 那我覺得信號真的是我們台灣是真的第一時間就投入了 其實我老實說我們的動作比中國還快 香港還快 香港是大概昨天才開始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收救隊過去 那中國也是大概過了一兩天的時間才派遣過去 我們是第一時間點 當天發生之後就立刻來安排 所以我們的動作快 所以土耳其人民是放在心上 那我要特別講是什麼呢 土耳其當時 其實小玉姐剛才提到 土耳其當時看到我們連總統都出來去捐贈薪水 而且我還看我還去翻那個土耳其的那個網友在討論 然後他說那台灣總統薪水多少 然後有人去翻說 這是在四十多萬台幣 那多少土幣等等等等 然後他說哇 這以前真的是很溫暖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的總統沒有捐贈 至少我是沒有看到 所以他們看到說 連台灣的總統副總統 這麼遙遠的國家都願意去捐贈 我們現在院長也都捐贈 行政院長 考試院長相關的 甚至於民進黨在高雄市的議會黨團 議員也都捐了 我相信我們新北市議會黨團等等也都會捐 大家都是個愛心 多少不拘 我不是要強調一定要多少錢 這個我們講說多少都不拘 表達我們的愛心跟心意 可是我最後其實要強調這一點 因為我真的認為這不是偶然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號召重大的物資 這麼快速的一個收救隊等等等等 這都不是偶然的 這是這幾年來我們台灣人 我覺得在政府之下 在蔡英文政府領導之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致力 非常認真要跟世界交朋友 因為我們知道說台灣的命運 是跟世界的命運是綁在一起的 沒錯 我們沒有辦法去孤立於自己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土耳其發生事情 我們立刻拍收救隊 今天任何國家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立刻去幫忙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精神之外 也對於我們整體的外交的一個環境 是有所幫助的 是啊 冠婷 怎麼來看這次土耳其的事件裡面 台灣的整個的動作 其實對台灣人來講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這麼講 因為我們的九二一 也很多國家來幫助我們 我想這是我們台灣整體軟實力展現的一部分 在所有各式各樣的這種全球性的災害 我們都看到台灣的不管是NGO 或者是其他的人民團體 在第一時間都會前去協助 那這也是跨黨派的這一種共識 那我認為這樣子的形象 在外交的這種去投射 其實是可以跨越國境的 那當然每個國家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 或者是對於台灣有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國家的人民 當他們遭受到災害時 第一時間接收到的善意 這會永遠留守在他們心中 那這對台灣的這種國民外交的實力來講 一定是會增加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說 這一次我們的搜救隊派出去之後 與這一個美國捷克波蘭等 這些東歐國家 或者是新興的民主國家的 這些救難隊 其實一起整合這樣子的力量 所以我們不僅僅是加強台灣 在這個不管是在這個蕭亞西亞 土耳其地區愛青海周遭的國家的 這種知名度 或者是說對我們台灣的友善的 這種感覺 其實對其他的救難隊來講 台灣的存在 也有他的重要的意義在 那我個人過去在日商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去過土耳其去經商 其實那時候土耳其人 就對台灣有一些非常好的印象 因為我們的這種科技實力 結合日本的企業 其實早就在土耳其 或者是那個地方 已經有一些一些商業上面的拓展 那我認為儘管這是一個 非常不幸的事件 但台灣能夠有機會 台灣能夠伸出援手 我認為對台灣人民 對台灣這個國家的整體形象 都能夠往上提升 袁子 其實這次的救援 可以看到台灣其實是不分黨派 大家都一起在幫忙 因為這對台灣的形象 對我們以後 其實彼此之間有善的 互相的幫忙對台灣來講 也是相當重要的 沒錯 其實我相信不管是哪個國家需要幫忙 台灣都會去 那土耳其 那更是土耳其 因為他之前九二一的時候 也有幫助過我們 那台灣其實有好幾支 就是救災隊伍 譬如說像我們新北市就有一支 那部長應該知道 我們是重型認證的 對經過重型認證 對重型認證 因為新北市 臺北市 有有好幾個城市都經過重型認證 就兩支 臺北跟新北 所以重型認證很重要 就是說他在重大的災害裡面的一些 他們有重機具 而且他們的技巧技術 各方面要經過消防署的國家 搜救隊的認證 所以我們其實最強的隊友是在消防署 國家搜救隊 再來就是我們各個縣市也都很強 那現在國內是有四支 兩個重型的 就是部長剛剛講 臺北跟新北 還有中型的 中型都屏東跟臺東 對 沒錯 那有輪值 那其實現在在在那個土耳其的是臺北 臺北 重型的是臺北 我們新北是待命中 但我有跟他們說救隊員 他說只要消防署一下令 馬上就去 對 大家通通都在做好準備 而且消防署是要配合外交部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包括我們的專機等等 也是要跟外交部一起配合 對 然後再來就是像我們中央 這麼反應非常快 因為我們民間其實很多一般的民眾 都很關心這個事件 像我服務處也有接到 很多我們板橋選民的電話 就是說他想要捐物資 或想要捐錢 但不知道要去哪裡 那我們衛福部也有成立專戶 然後也有公佈一些 就是物資的捐贈地點 比如說 在內湖的池季 內湖的池季 對 所以我們臺灣人就是 最美的風景是人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這樣 也幫臺灣做了很多形象 就是做好形象 大家都想到臺灣都覺得 我們臺灣人很和善 對 沒錯 那他這個臺灣中心的執行長會回來 他回來求救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覺得 臺灣有那個能力 可以幫助土耳其 就像土耳其 他們現在根據那個執行長 說法是無政府狀態 就是說 因為他事實上是因為 發生那個太大災害 發生太大的災難 太大災害 那我今天看到一個報導 他是講說本來土耳其 在一九九五年有發生地震 他們有在地方收一個叫地震稅 那這個地震稅 照道理來講要做災防的工作 可是現在他們的民眾有在在抱怨 就是說這地震稅好像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譬如說真的想要去救人的話 還是由家屬跟遠景徒手去搬那個 搬那個石頭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民眾除了幫忙救災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跟他們溝通交流一下 看看說怎麼樣來協助 協助土耳其 在未來的防災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 防災這是第一步 再來是救災 救災完了以後就是復健工作 這三個步驟 每一個步驟都不能缺少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救災的階段 不過在救災的同時 我們忍不住要來問一下 中國一直在吃臺灣豆腐 這個時候 中國的間諜氣球跑到美國去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說停止去中國訪問 偏偏這個時候我們臺灣有一支隊伍 竟然跑去中國 有人說他是朝貢 有人說是書城 這怎麼一回事呢 看看相關報導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九號傍晚在北京會見國台辦主任宋濤 但宋濤劈頭就提 跟國民黨來往的前提 願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同中國國民黨加強交往 他是希望能夠強化兩岸的溝通 不要抹紅國民黨 夏立妍先生在跟宋濤所會面裡面 那他敢不敢要求他們把一個中國原則拿掉 被中國大吃豆腐 國民黨卻只有在會後新聞稿中強調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反對台獨立場未變 不敢當面向宋濤抗議 陸委會譴責北京當局定義一中原則 就是謀求統一 接受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企圖損害我國主權 矮化台灣 國共兩黨相互呼應 台灣人民無法接受 政黨人士在交流活動中 不宜負荷中方的痛戰操作 國民黨歡天喜地的過去說我們跟他建立關係 其實這正是中了中國共產黨的圈套 已經成為中共的幫兇了 夏立妍會見宋濤後 還可能跟中共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王滬寧會面 與其說是去幫助台商 更像是替中共背書 我們看一下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國台辦主任宋濤 夏立妍在會談提出三大訴求和關切 那可是切判兩黨在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基礎上持續溝通 這是宋濤講的 也就是說你是因為認同九二共識 所以你才能夠來訪問喔 宋濤的意思是這樣子 而且夏立妍有沒有反駁 沒有反駁 你看看此舉有利北京繼續操作兩岸同屬一中的議題 這是大家在問的 夏宋慧學者說敵我部分誤導國際 所以學者有這個疑慮 陸委會說矮化並損耐台灣的主權 那曾明忠當時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總召 他說尊重陸委會的發言 尊重就尊重了對不對 他後面又加了一句說 民進黨不要自己做不到就抹紅國民黨 沒有人抹紅你耶 這是學者講耶 學者講得很清楚 怎麼會這個樣子 而且在這個時候去呢 另外我們看看美國經濟教授 他說中國的經濟要從頭爛起了 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面對快速擴張的中產階級 採取壓制和監控 來維持中共的政治壟斷 卻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 許多科技公司致力於討好當局 而非進行創新 在這個時候 所以中國又開始 全世界大家都在離開中國的時候 中國開始又對台商打主意 而夏立妍就這樣子 是不是又去操控 然後去書城要帶著台商去 大家都在懷疑耶 這怎麼一回事 怎麼來講的名譽 我先講了夏立妍他在出訪之前 他就有講說我此心都不談政治 我們是關心台商台商 結果你就 這個昨天見宋濤 今天要見王滬寧 那這個不是純政治 所以你根本就騙人 那你要騙人 你要騙國人同胞就算了 你連陸委會也騙 因為陸委會就有出來講 就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不是許可知識申請制 就他在申請的這個行程當中 連王滬寧這個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暗黑行程 那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你連王滬寧這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講那個什麼 要去會見台商台商 請聽他們的聲音 這個都是一個幌子 都騙人的 你最主要是要見宋濤跟王滬寧 那你這行程你也不敢寫 我就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奇怪 好 那再來你是欺騙在前 那說謊在後 那再來就是說 你見到宋濤的時候 宋濤他們基本上 夏立妍跟宋濤 基本上可以說是口徑一致 宋濤說什麼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基礎上 真誠合作 那你夏立妍 你在面對宋濤的時候 你對於這些話 你都完全完全都不反駁 包括你國民黨一直講說九二共識是什麼 求同存異 你這四個字 你完全在宋濤面前 你都不敢講 因為非常都知道 宋濤他當時堅持 就是跟習近平的這個底線是一致的 就是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那他的底線都畫那麼明了 所以我一直講說國民黨朋友 一直講說外界在抹紅 什麼戴紅帽子 這個不是你自己貼上去的嗎 結果你見到宋濤的面前 你也不跟他講說 你這九二共識 我們是求同存異 這四個字都不敢說 那所以代表就是說 你還跟他那邊 這個一唱一賀 我們在這個反對台獨基礎上 真誠合作 這個夏立妍也是這樣講 我們不知道說你要怎麼合作 你要合作 你是不是坐實了 宋濤說 你要跟這些統一的人 有志之士坐下來談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覺得國民黨 你在這個這個時刻 你要怎麼樣回來 跟國人交代 你又說你不談政治 這個不是此行 不是就是政治嗎 不談政治此行都是政治行為 都是政治語言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要同時來看美國 美國布林肯 他不去囉 然後我們看看 正研究中國氣球殘河 並不斷得到更多的訊息 布林肯講的 我們看看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 奈德說 該媒入侵美國擬空的 中國間諜氣球絕非名用 我們再看看北約秘書長怎麼講 北約盟國有必要加強自衛 然後看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跟美國總統拜登 拜登連兩天批習近平對抗西方能力有限 紐約時報說 美國擬心智要制裁限制美國的企業附中投資 最快兩個月內就要出爐了 而且美國考慮要制裁偵查氣球相關的中國企業 這個時候習近平講話了 習近平在氣球事件後首次發生 當然他不是針對氣球 但是他呼籲他們的黨校 中央黨校說不要偏離航向 習近平警告黨內顛覆性的錯誤 顛覆性是不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呢 所以再看看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 刻比說美方非常認真在看待協助台灣自衛的責任 看好是責任喔 他不是講說要賣給你武器等等喔 然後再看看這個是美國的台商業 美台的商業協會榮譽主席 無而為之他來訪問的時候 他說台灣生存不只攸關台灣人民 也與全全球的人民利益相關 所以從這裡來講 我們看到了 似乎去訪問的時機不太好 原子這個時機有沒有問題 我們安排這個行程 絕對不知道會有這個氣球事件 一定是這樣 對 然後第二個為什麼是這個時候去 有幾個原因 第二原因是因為我按照國民黨立場 當然是希望多交流 那去年八月的時候交流的那批人 已經下來了 換了一批人 就王滬寧 宋陶 所以當然也是想跟他們建立關係 然後之前過年 之後中共兩會又會比較忙 然後再接下來 那個我們國內又要進行選舉 所以想來想去這個時間點 也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時間 不過人家布林肯都延遲了 那不能慢一個月 慢兩個月去嗎 慢兩個月 反正都是要去 早點去 可以早一點把 伸頭一刀 縮頭也一刀 所以總是一刀要砍下去就對了 對 我們來講的話 既然我們認為交流是好事 我們當然覺得早去比晚去 比晚去好 那剛剛那個名譽講說 我們有進行政治對話 其實我覺得看什麼定義 因為政治對話意思 應該是我們來談談看 未來兩岸要同 要讀 還是怎麼發展 可是沒有 夏月園這次去 講的都是民生事情 比如說他講說過去的民生協議 要落實 然後說兩岸要和平 然後甚至於說要降低那個交流的不便 其實這個都是在站在保障 臺灣人民的福祉的這一塊 並沒有說好像要去談什麼 兩岸的一些政治的議題 那至於說九二共識 因為國民黨本來本來就是主張九二共識 不過現在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原則 而且是一國兩制 還能主張嗎 可是其實我們看那個文獻 他們沒有這樣子講 而習近平公開記者會講的 他好像也沒有直接畫等號 真的有 我們可以把那個帶子找出來 習近平的意思把他連接在一起 但那個是大家後面去把他練解 但其實他原話也不是這樣 中國官方有好幾次都說 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其實他們官方也有講很多次 九二共識其實就是化解 化解一些大家的爭議 我主張一個中華民國 你主張中華民國共識 好 先不要講 不要講 先把這個 從來沒有這個共識 問題是沒有共識 但是我們也沒有去跟他講什麼政治議題 所以我覺得 而且而且其實你看 我舉個梁文傑 梁文傑他之前當議員的時候 他也是不要海峽論壇 不要城市論壇 結果他現在當陸委會副主委的時候 他也說要多交流 所以我覺得其實交流不是壞事 只要有 但是要對等尊嚴 因為當 我是覺得這樣子 當宋濤講的時候 什麼臺灣要統一 什麼講這些的時候 夏立遠應該也嚴正地講 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句話我們叫中華民國 他敢不敢講 可是你看看奈清德去中國的時候 還有陳菊去中國的時候是有講 所以慶皇 這個都是滿有趣的 對 而且各位 我們沒有不要交流 重點是要什麼樣的交流 要不設前提的交流 如果你已經設了一個前提 叫做要接受一國兩制 或者叫做九二共識然後後面探索一國兩制新方案的話 這就叫做有色前提的交流 而且這個九二共識被接上一國兩制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發生 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習近平發表告訴臺灣同胞書的時候 在裡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然後後面接著就是探索一國兩制 臺灣新方案 所以整個政治語言是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一次夏立言去跟我們講說 跟宋濤見面 跟國臺辦的新的主任見面 憑良心說他裡面講了一大段的話 有一個名詞 新的名詞 其實我認為夏立言這一次 跟宋濤之間玩的就是五文字遊戲 用五文字遊戲包裝 新時代黨的這個是 新時代解決臺灣問題 總體方略 落落等一句話 那這句話簡單講 來各位看 什麼叫解決臺灣問題 我簡單講這個話 這個話你看 在這個國臺辦的自己官網上面 寫得很清楚 一大段落落等一大批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你不用去念這一大篇 我就可以直接告訴你 他裡面你聽起來 新時代解決臺灣問題 總體方略 裡面就是告訴你 九二共識後面接的叫一中原則 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後面接的就是叫一國兩制 夠清楚了嗎 他就告訴你 這落落等的一句話 什麼總體方略 後面接的就是一國兩制 好嗎 整大段話裡面的基礎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國民黨跟這一次共產黨之間 你看起來宋濤跟夏立言的見面 講得看起來雙方對起來的關鍵字 一個叫做九二共識 然後另外一個告訴你叫反對臺獨 但對不起 他們沒有告訴你的是 在宋濤所提出來的所謂的解決臺灣問題 總體方略裡面 背後告訴你臺灣你必須要接受的 就是叫做一國兩制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看起來共產黨這句話 對你夏立言是可以不用講 但是宋濤會把整段話都把他講完 所以問題在於哪裡 問題在於說宋濤所劃定 這個戰場上面 國民黨比較像是被宋濤長來背書跟當背景的 意思就是你宋濤到這邊來 你夏立言到這裡來 跟我宋濤談完了之後 表示你夏立言跟我宋濤之間都想要貫徹 新時代解決臺灣問題 總體方略 對不起 在這裡面 中國民眾所看到的方案裡面的內容 就是有一國兩制 就是有一中原則 所以這裡面怎麼會沒有政治 只是說你沒有你談的所謂的沒有政治的部分 一般人聽不懂而已 聽不懂不代表他不是政治 聽不懂不代表他不是政治 所以問題在於哪裡 問題在於說 我們今天在講第二件事情 今天不管夏立言去的時候 跟中國能夠談到哪一個農業問題 漁業問題 各位永遠要記得一件事 這些問題都是在於對岸 他直接片面的直接打壓 說這些東西 你不准進口了之後 放毒的是他 解毒的也是他 這個押注的是他打開的也是他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現在世界的貿易是根據世界貿易組織 所規範的貿易原則在進行的貿易 不是根據中國所訂定的貿易原則 在進行的貿易 所以當中國違反貿易原則的時候 現在我們反而還要把這個矛頭 回過來指著打自己人 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大家要看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這裡 是對方把這些商業貿易當作籌碼 然後要你臺灣來接受 進入他的政治框架 而進入他的政治框架之後 這不是叫我們臺灣不要跟對方交流 這是叫臺灣要進入中國 所設定的政治前提下去進行交流 那我請問各位 如果是這個情況之下 你願意嗎 所以宜翔 看到美國講了兩句話 我覺得蠻有意思 第一個說 因為間諜氣球的事件 要對中國的企業進行制裁 第二個是說禁止美國的企業 到中國投資 這兩項倒是蠻有意思的 我很快先講一下 我自己認為有關國民黨 這次附中的一個議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這讀法律來說 我覺得最我不了解的 就是說誰授權的國民黨 去談這些政治議題 甚至於如果原則說不是政治議題 那誰授權了國民黨 去跟中國進行這些國家議題的談判 因為確實 我想到剛剛明玉有講 他在入委會報的核准的這個 沒有講到說要健康復領 明天要健康復領 他說這個是這個課水主辯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逃避監督嘛 那我自己認為啦 我自己是民進黨 我認為說陸委會真的要去抓這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仔細去監督這一點的話 那我就全部都填空白的 然後我就說我去那邊再安排就好了 對不對 那就逃避監督 或者是隨便寫寫說 我去玩啊哪裡玩玩啊 最後通通見了 那所以如果你這樣沒有相關的罰則的話 那未來要怎麼去嚇阻類似的人去做 因為確實你去見誰 這是國安問題 這不是你國民黨自己一個黨的問題 這是涉及整個國家安全的一個問題 那夏立言有沒有說謊話 所以我認為夏立言就算沒有說謊話 也沒有完全的誠實 那這個就是應該要大家值得去探討了 所以我要講說 誰授權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國民黨說我要去代表台灣人的心聲 去幫台商 台氣 台聲 爭取福利 對不起 今天是民進黨當政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接受說我的在野黨去代表 我的政府代表的人民去跟敵對 尤其是敵國去談事情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已經很客氣了 說實在很客氣了 今天如果是新北市長侯友一 會去授權民進黨在新北市的黨部主委 去到美國去說我要幫你新北市談事情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主委人侯友一誰看到他這氣死了嘛 所以太不尊重我們新北市政府 那這就是國民黨正在做的事情 但我回過頭來講一下美國 因為美國在氣球事情一樣也是氣炸 氣炸為什麼 我記得我上禮拜五的時候就提到 說這氣球事情其實美方早就監督了 那其實現在證據就慢慢出來說 為什麼人家為美方第一時間點說 這是什麼樣的氣球 他說是一個間諜氣球 那中國說不是是一個氣象氣球 美方說沒有很堅定的跟你說是一個間諜氣球 而且甚至於是國防部長直接親上這個火線 直接說沒有我跟大家保證 這不是一個這個所謂的大氣的監視氣球 是一個間諜氣球 現在知道為什麼 因為美方終於公佈說當時氣球一飛進來之後 他立刻派遣U2 U2是高空偵拍機偵察機 直接去跟隨的這樣子的一個氣球 去拍攝他的裝置 就是說各種角度去拍到他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那他們拍到了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氣象的氣球 你是一個氣象氣球 你絕對不會有一件事情 不會有什麼呢 你不會去收集電信訊號的設施 也就是說他們拍到是這個設施 這個氣球像豪豬一樣 到處都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這個偵察系統啊 偵察的設施啊 電線啊等等等等 然後所以他們現在把這個去解剖了 就是現在是像電影情節 像外推空的船直接被被被被抓去 那個神秘的基地裡面被翻開來 那翻開全部都是電信收集系統 這是這是高空衛星收集不到了 這是因為他是在六萬英尺的狀況之下在飛行 所以搜尋得到美國的手機訊號 搜集得到他們在軍事設施所用的電信訊號 搜集得到網路訊號 種種種種全部在搜集 現在美方全部有證據了 所以美方簡直看到這件氣死了 氣炸而且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我補充 還有一點 美方接下來一定會就號召世界共同來譴責 因為為什麼 這超好笑的 而且超笨的 歐盟不是已經在譴責了嗎 就是我就說 這最笨的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他們已經找到這個氣球的廠商了 是一個軍民兩用的廠商 那這廠商有一個介紹影片 說我這氣球超棒的 我可以去飛越各地等等等等 然後他拍攝起來 那拍攝美方就去看這個影片 開始說 原來你還飛過這麼多國家 全部都還宣傳裡面 影片裡面 自己講的 對自己講 我飛過歐盟 在影片裡面 官網上自己有 美方看了氣炸的時候 他們後來去會燈起來 制裁 飛越四十個國家 我相信那四十個國家可能都會 包括台灣 所以我在證 勇哥我再補充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美方認定 這個東西就絕對不是氣象用的嗎 因為上面還有炸藥 哪一個氣象氣球需要放炸藥 那他的炸藥是大概被發現就要自毀是不是 自毀 因為他上面被發現 我講幾個部分 他上面被發現有太陽能板 然後被發現說 你既然還有個那個舵 那個舵還是可以遙控的 表示你可以控制他的方向 你還有螺旋槳 還有自毀裝置 對 然後這個自毀裝置就是今天 你看華爾街日報今天有 有報導裡面他有炸藥 他這為什麼有炸藥 因為就像剛剛宜翔講的 他現在也確認出他有很多天線 他天線的 他天線的目的就是要收集你的訊號 所以他收集你下面 他連通話訊號他都收集得到 所以勇哥你跟誰講話 他如果要聽他聽得到 不然聽得到 他可以把他錄下來 然後傳回給中國 那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有監控設備 這個監控設備 他怕被你抓到 所以他放了炸藥 也就是一旦被發現的時候 他的炸藥裝置炸 這對啟動就自毀 結果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奇怪 這次出事了 被打下來了 但是竟然沒有自毀 所以那個炸藥被美方給發現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的眾議院 一致同意零票反對譴責中國 所以冠廷 這其實美國這次真的是氣炸了 所以美國企業還要再繼續公佈 不准去中國投資 這個有意思 我想如同剛才主持人部長所說的一樣 其實最近的美中的這種交往 其實去年的話 我們本來還想說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曙光 會不會可以這個春暖花開 看樣子是沒有辦法 因為中國或者說中共 他三不五時 就會找出一些方式激怒 不僅僅是美國 是以美國為首的所有民主國家 那這次這個高光氣球 間諜氣球 這個事情其實也很明顯 他就是有偵查的意圖 有偵查的動機 還有偵查的事實 那當然被擊毀之後 拿到更多的證據 這當然會引起 這一個美國全部 全國民眾的憤慨 那其實這已經是兩黨的共識 不只是民主黨 還有共和黨 當然是更加的這個憤慨 因為你不斷地在重複 在把這一種議題 不斷地再向上延伸 所以說這樣子的氛圍 是越來越糟糕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剛才也提到外交上面 人事實地物都很重要 你什麼人 什麼樣的階級 國民黨的副主席 在什麼樣的地點 跟什麼樣的人談判 或者是跟什麼樣的人對話 他都有外交的意義在 那隨著時間的變動 或者說包含現在臺美中關係的變動 其實你必須要很快速地做反應 像夏立妍副主席 他跑去中國 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他可以很快速地做出一些反應 比方說針對這樣 我們美國是我們重要的友邦 他過去有外交兩岸的背景 他應該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度 知道說此時此刻不宜再繼續在這個時間點 再跟中共的這些高層來交流 他必須要立刻做出反應 因為未來臺灣跟美國 跟中國之間的交流 一定是非常困難 就像走鋼索一樣 兩岸走鋼索也是夏立妍 副主席寫過的這個本 所以我們必須要更加謹慎 那我相信未來美國跟臺灣之間的關係 會來越解密 那我們未來問題也會來越嚴峻 所以我們看到了中國企業 美國要制裁 美國企業 美國不准他去中國投資了 所以 萬如 所以其實美國這次真的看起來是氣炸了 你看那個氣球上面綁著炸藥 這真的有夠離譜 其實那個美國的國會已經在眼裡 那個就是禁止美國的企業 或是資金到中國去投資 這件事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想說這一次的這個偵測氣球 應該是一個催化劑 那其實我在科技界有聽到很多的朋友得知 就是說在中國其實像AI量子運算 這些先進的科技 其實美國的投資金額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相信說在這一波的 就是因為偵查氣球的關係 這敏感的問題 然後刺激到美國進行下一波的這個制裁的話 我相信會對中國可能會有更多的影響 不過我相信美國也不會說是笨蛋了 就是說明明這個拜訪就是夏令妍 這個副主席去拜會國台辦 國台辦的這個宋濤 他們一定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對等的拜訪 一定是一個就是說 可能是已經是日期是中國這邊 國台辦這邊決定好的 你這個小弟只能來這邊 你只能這個時間來拜會我 所以他不是布林肯 因為布林肯就可以不甩他說我不用去啊 我就真的很火你拿偵查氣球這個來偵查我 所以我不去 可是夏令妍可能不行 他就是小弟他就是得要去配合去演出 然後演出這種朝公的劇碼 或者是說演出他的所謂的新臺灣的這種問題解決方案的這個策略的戲碼 那但是就是的確是對臺灣的整個對外的訊息來說 我覺得是會比較一些負面的 所以我們看到夏令妍去 其實我相信民眾點滴在心頭 到底是朝公還是書城 還是真的去談其他的事情 可是你說沒有政治 不會有政治的等等的這些動作或者行為 可是事實上每一個都是動作都是行為 在此同時那夏令妍為什麼會去 當然朱立倫派他去了嘛 主席派他去了 朱立倫要選總統 所以選總統他這個動作是不是在跟侯友宜講說 你侯友宜你只懂得內政 你的國際你的兩岸你是不懂的 是不是在修理侯友宜 那現在民進黨的奈慶德定於一尊 那國民黨還有好幾位候選人 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麼較勁 恭喜祝大家新年快樂 別輸入意 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新春團拜 總統蔡英文親自來捧場 尤其準備進軍2024的賴清德 當然要來跟雲林人交朋友 我們未來的道電修給台灣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讓台灣建立民主 讓兩派印太財庫的交平可以維持 要讓我們的經濟可以進一步發展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這樣勇手 怕死不疲 好不好 賴清德拿出新隔離擲鋼錢 但可能的對手也來了 賴父侯市長剛剛也有到 有感受到2024提前照鏡的感覺嗎 謝謝 謝謝 賴清德笑笑沒回答 其實就在賴清德到場前 新北市長侯友宜搶先一步來拜年 而外界也相當關心 侯友宜會不會考慮 角逐總統大位 外傳有人為侯友宜和韓國瑜牽線 希望能促成韓家軍挺侯 立憑2024 大家一起共同好好的努力做事 尋應大事的華語 用這樣的態度面對所有困難 用感恩跟幸福替力自己 好好的努力讓新北市被幹好 我們有2030新面積 需要大家共同攜水合作 不過日前 雲林縣議長沈松榮才說 侯友宜在南部沒有票 還傳出郭朱沛的傳聞是為了卡侯 風聲四起 讓支持者喊話 要侯友宜快表態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好好的盡心盡力 努力 扮演自己的好的角色 雖然還是美松口 但2024腳步接近 選不選總統 已經成了侯友宜每天的必考題 名譽 我們看一下 其中還有一個郭台銘 郭台銘他說 回黨參選門檻南嗎 南軍解套有限力 四個劇本有跡可循 四個劇本等一下 名譽可能會跟大家講 或侯友宜他說不忘初心不請之友 不念就惡不變隨緣 四句話來替立自己 這四句話用在哪個地方都可以用得到 有說跟不說是不一樣 我們再看 那朱立倫預定三月底 三月底前要先啟動立委的提名 預計七月要決定總統人選 這有意思 明譽 朱立倫就是拖自絕 其實我認為說現在最尷尬的是朱立倫 因為他自己還想選 所以他為什麼要拖到三月 他希望說如果難投的立委 他可以再下一層的話 那他就是四場 四場從九合一到現在是四場了 那他再給他兩個月 他可以衝一下聲量 他也想拿到二零二次總統大陸 那現在有人在幫朱立倫 你看這中時 中時用社論說 國民黨還要再次被郭台銘糟蹋嗎 然後用新聞透視說 國民黨若在為郭開巧門的話 就是這四個劇本讓他回來的話 二零二次未戰先敗 這已經有人開始在敲邊鼓了 可是用狗跟你講 中時這個大家知道 因為那個蔡衍明跟這個郭台銘 他們有恩怨 當時郭台銘就下埔案的時候 因為不滿 不滿中時給他亂報 所以當時還撕了他的報紙 還叫他退訂 所以兩大首富的恩怨 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結下的 他們兩個都是臺灣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首富 他們兩個分戰一二 所以我跟你講 中時是永遠不可能支持郭台銘的 等於說中時的那個社論 我們大家參考一下 但是回過頭來 我還是要講 現在最尷尬的其實是朱立倫 因為郭台銘 他把球丟給了朱立倫 我們前幾天有討論過 就是說他現在不是只要回國民黨 做陽春黨員 你要安排我回國民黨 國民黨的辦法 除了你要讓我回國民黨之外 我要怎麼樣的能夠選總統 你還要幫我擺平 我們之前討論過 除了時辰之外 你還要幫我擺平 就是說當初反對我的馬英九 連戰 甚至韓粉 韓粉才是最重要 韓國瑜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當時這個郭台銘沒有沒有沒有初選 沒有過之後 他跑去跟另外一邊 郭台銘的王金平 柯文哲 這些三個人結束會 所以韓粉對他是不諒解的 所以等於說他要朱立倫 幫他解決這些事情 然後你求我 朱立倫 如果朱立倫沒解決的話 那朱立倫就自己上陣 所以朱立倫看起來就不會解決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 我覺得你這個現在是最尷尬 是為難朱立倫 朱立倫還要擺平誰 朱立倫還要擺平侯友宜 如果真的 現在大家講說什麼 郭朱結合要卡侯 我跟你講一旦朱立倫決定要 郭台銘回來 那絕對就是卡侯友宜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們看看 剛剛說忠實 我們現在看看聯合 聯合說 獨家報導 社會基層的悲劇 加倍斷水電瓦斯 土塵夫基雙死 土塵喔 新北一家 這是聯合棒 新北一家四口三人曾甘絲 獨留失智父親八十五歲 陪著甘絲六個月 社會局將協助安置 這三立新聞 新莊男孤獨死被七狗啃屍 頸椎斷 頭顱被啃光 香燕死因出爐 我們再看板橋七巡富 獨居死在家 弟弟五年沒有聯絡 登門大驚 結界成為白骨 其中這個新北一家四口 是在中和市 現在叫中和區 所以議員就講了 只知花時間辦活動 鋪墊他的總統路 拉抬身價 我們再看 那侯友宜更好玩 人家說你的社會安全網破了 所以最近社會案件頻傳 民進黨召開記者會說 市府的螺絲鬆了 那市府會請各個局處 有哪些改善的措施問他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新北市跟中央都不斷的檢討 跟中央 這是他新北市的事情 他把中央拖進來 然後再說 新北市跟中央一定會全力以赴 守住弱勢族群 中央的錢都給他的 錢都給他的 他沒有做 他就把中央拖進來 什麼時候他變成行政院發言人 所以人家就開始在問他 這是媒體問的 所以原資這個也蠻有意思的 怎麼會這個樣子 社會安全網 其實也是蔡總統政見 我覺得當然地方沒做好地方要檢討 當然地方也需要跟中央配合 那地方做不好 中央也可以罵地方也沒關係 反正重點就是社會上面的人 原資因為這個錢在發下去之前 其實我那時候還在行政院 我是知道的 我讀過社會系 所以當時在討論的時候 真的錢都下去了 都已經給 你們地方政府自己要辦 所以顯然的他沒有認真辦 我覺得當然這個看到民眾遇到這樣的困境 政府都要都應該要檢討 這個都沒有話講 這個要讓人民做到更好的對待 不過我比較好玩的是 都是聯合報登的 是不是又在 剛剛是中國時報 現在是聯合報 有人這麼聯想 不是我講的 有人這麼聯想 對 因為大家想像力都非常豐富 我剛剛聽民運講的想像力很豐富 我覺得朱立倫沒有這樣 比如說你剛剛講 那個什麼南投立委 他說朱立倫要等到南投立委補選之後 看看會不會再下一層 如果有的話就趁勝去選總統 我覺得不可能 我們去年九合一 我們去年九合一就已經大勝成這樣 照道理來講 如果說你的戰績可以讓你的身勢提高的話 去年朱立倫的身勢就會提到非常高 我是覺得影響不會這麼大 那為什麼他要說南投 九合一 南投立委補選之後再講 朱立倫現在身勢不高就對了 不是 你跟侯友宜 郭台銘比 我們看民調確實是這樣 朱立倫 你是說朱立倫可以死了這條心了 就不用再選了 我沒有這樣子對他喊掉 我是在講說 你不要害人知啦 所以他講話沒什麼可信度嘛 因為他就是講歪的嘛 那我要講說南投立委補選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是因為他拖一點時間啊 因為他這個理由嘛 不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南投立委補選 跟跟要推那個什麼總統的 那個提名的方法 有什麼關係也沒有嘛 我就跟你講了啊 跟那個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的局勢變化非常快 本來在去年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郭台銘會出來選總統啊 他那時候捐疫苗的時候 他也不說他不選啊 結果忽然間他的那個參選 你現在覺得他參選的意圖很高 非常高啊 機率高於五十八 他本來說三趴嘛 我我看九十三趴都有了啦 他現在最最新的講法是說 他要交給中華民國 國民來決定 那那這個就什麼意思 就是看民調嘛 就到時候民調 如果比如說只有 唯一只有他跟侯友宜 可以擊敗賴清德的情況之下 然後侯友宜又有 就是連任新北市長的問題 那不是郭台銘就覺得好像就被他莫屬嗎 而且他現在已經講話很彈有彈性 他就是說 他現在看國民黨怎麼樣找他回去 要國民黨一套辦法給他 現在就變成我們的問題了 你意思說這一招蠻厲害的 把球丟給你 那現在朱立委員就一定有點頭痛嘛 就覺得不是你那時候離開我們 如果你要回來 你是不是大家要討論一下 沒有 現在在等我們說 郭董看怎麼讓你回來 那那你覺得朱立委員要不要爭取點時間 對不對 就至少要晚一點 再來看看局勢變化 搞不好郭董又有新的想法 然後那所以我覺得以時間換取空間 是朱立委員現在的考慮 所以並不是說他什麼要等大家 把大家的能量都削弱 讓自己上來 我覺得不是 這個倒是有意思 以時間換取空間 這是在弱勢的時候的一個戰術 其實我們不能否認說 這個戰術是錯 國民黨現在弱勢 國民黨現在整體 國民黨贏了那麼 對 民進民進黨 我講個坦白話 民進黨這次輸得趕快 今天我要真的讓我讓我講 我是覺得說民進黨真的要好好檢討 敗選的原因在哪裡 輸得趕快 不過這個議長 看一下侯友宜 本來是最強的 可是你看看他的社會安全 破成這個樣子 還有恩恩事件都還沒有解決 破成這個樣子 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然後人家叫他說 你們的措施在哪裡 他都沒有講措施 他就講說 我跟中央一起來努力 不斷的檢討 你的措施在哪裡 他也不講 只說我會檢討 跟中央 我會努力 跟中央 他在講什麼 其實我認為侯友宜 沒有那麼強 我真的認為他沒有那麼強 但我講這個之前 我先很快補充一句話 就是說我認為 剛原子講了很多 但是有一些縫隙 我稍微去補一下 為什麼這件事情 整個對朱伊倫 跟國民黨這麼尷尬 對侯友也很尷尬 因為侯友很想選 百分之百想選 但他只能被動被提名 他沒有辦法去主動去爭取 他主動爭取的話 就很像韓國瑜2.0 就是說我今天才剛選上之後 我就立刻去選總統 所以他現在就等等 要被動被爭取 但是被動被爭取有一個條件 就是沒有其他人想選 沒有其他人想選 主動去徵召 侯友宜 這是很合理的作為 但現在有人想選 就是郭台銘嘛 郭台銘 所以這都很尷尬 還有趙少康 張亞中 對 但最強的還是郭台銘 所以這有點尷尬 就是稍微把縫隙這個補滿 但是我其實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國民黨的好朋友 其實國民黨有很多朋友 有一個造神的一種習慣 那這造神習慣 其實韓國瑜的時候就看到 韓國瑜其實當時也沒那麼強 對 地方上他高雄市贏了 造神習慣其實從蔣介石就開始 對嘛 這是一個 我不知道這是媒體還是各方面的習性 但是仍然就造神了 所以當時韓國瑜確實 他贏了高雄很強 但你地方的強 不代表你在中央選舉很強 因為兩個是完全不同的議題 你不能今天說 這個韓國瑜當時一選上 李四川幫他說 我要錄瓶瓶 我要什麼東西 我就變成說我未來會成為一個超偶的總統 選民沒有那麼笨的 你知道嗎 所以相對而言 你去看這個這個侯友宜這件事 一模一樣嘛 侯友宜今天如果你要選總統 總統的職權是什麼 憲法職權 外交 兩岸 對不對 還有國防 那你這個三個議題 侯友宜過去有參與任何的項目嗎 沒有嘛 國防他可以說有參加一點 因為他當警政署長 我們講實在話 那是國安單位 那國安局開會 或是我們國安會議的時候 不是國安會議 就是我們這個國安會 國安會的時候有一些會議 他要去參加 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他應該有涉虐一些國家安全的事項 我們不能說他沒有 但我們要持平而論 對對對 可是可能是比較是從旁聆聽這樣子的方式 而且比較可能比較偏重在國內 因為警政署一般來講是在我們國安系統裡面 他比較偏重國內的這個治安的穩定 至於軍隊當然都是國外的 所以我們的國安局或者國安會議裡面 如果在開相關的會議的時候 署長他當過警政署長是要參加 那參加的時候 他基本上比較屬於國內的部分 當然國際他就比較 國際的情勢他可能就比較沒有參與 因為我當過內政部長 其實有一些我也是要去參加 那我要帶著警政署長參加 有時候是次長帶著他參加 所以這個我稍微瞭解 我們要給他一個持平的一個評論 對 所以我最後只是講一句說 我最後覺得說二零二十四年 當然這個參選門檻是由選民來決定 但是最終其實這一定會被考驗 對不對 你一定會被考驗 即便你參與過這些國安會議 即便你瞭解這個 國內的這個警消息系統是怎麼運作 但是不是可以仍然換句話說 我今天在處理台美關係上 我處理我們整個對中國的戰略上 我們對於國防的戰略上有所突破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侯友很難回答的問題 所以因此我認為侯友其實他沒有那麼強 大家不用再幫他繼續造神 不過我在這裡來講 婉如你也當過立委 其實從立委的角度再回頭來看 為什麼他動不動就說 新北市跟中央都不斷檢討 明明是他自己的問題 然後要檢討的措施他也不講 只講說我不斷檢討 然後你要檢討什麼措施要告訴大家 他說我會全力以赴守住弱勢 這有說得不說一樣 然後呢要把中央拖進來 這莫名其妙吧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其實新北市已經是完全無市長的一個狀態了 因為像這一次從去年年底到現在發生的 五件這種慘絕人寰的一個這個社會安全網破掉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新北市政府各個局處的分工合作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 就是沒有就是沒有分工合作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像舉例來講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我覺得是一個激席 一個激席 我就除了恩恩案在更之前 因為我們之前我也在桃園 桃園市政府當那個資科局局長 所以在那時候我們防疫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案件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就是新北的幼兒園疫情爆發 就新北市政府第一時間說 是因為那是桃園的長榮機師傳過來的 他是非常會甩鍋的 非常會甩鍋的 那眾人長榮機師傳過來 你這裡你也要解決啊 然後後來也科學的證實 這跟長榮機師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從這些案子 從防疫期間 然後一直到恩恩案 我們也知道他就強調說 我新北有全臺灣最先進的 SOP 一定要衛生局確定 OK 我們才可以派消防車 結果你也是各局處的鏈結斷鏈嘛 對不對 所以造成說恩恩在搶救的時間過了 那可是問題在這些事情爆發之後 我們發現就是說 他沒有去檢討 然後而且他用那個 就是用覆蓋的方式 讓這些聲音就不要再出來 他甩鍋給中央 他說要跟中央一起檢討 跟中央全力以赴 這當然是幕僚教的 因為他又不是第一天這樣 因為這個模式在疫情期間 其實就已經發生 又不是現在這樣子 因為他可能 我幫大家回想一下 在二零二一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我問你新北市 當時是不是一樣 疫情有起來 而且那時候 何以不是還講到什麼封城 封城 那時候不是講到嚇死人 結果一堆人跑去那個什麼 就是大賣場那邊排隊 排隊的時候 造成感染擴散的更快 然後那時候不是就有人在罵他 我們根本就沒有封城 他為什麼喊封城呢 但是我必須要承認一件事情 他這個其實有進步了 為什麼呢 新北市跟中央都不斷的檢討 加起來有十二個字 好好做事只有五個字 我放著早餘一起來 多了